在六天的比赛中 来自14支队伍的200多名运动员 参与了奖牌的争夺 广东队 山东队和上海队 在个人和集体项目上 都展示出各自的实力 跟去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比的话 实际上运动员的水平提高了很多 另外这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因为我们增加了青年组的 两块全英会的金牌 那么很多青年的这些运动员 他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发展自己 而且青年队伍壮大也很快 所以这个的确是让我们 作为项目的这个从业者 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在14个项目奖牌各有归属的同时 这次比赛还是运动员检验之前 近一年训练效果的机会 尤其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国家队队员 经过比赛他们也各有收获 我觉得我的马数 有很高的提高 心态吧 改善最大的心态 技术方面的话 感觉就是 其实我觉得心态好了 技术上发挥的也会好 就这一年训练 直接带到这赛场上 感觉自己对那个比赛的程序和规划 就更清楚了 不是这么久没比赛 是模糊了 所以就感觉比赛中 每一步想要做什么 自己就更加明白 思路更清楚了 其实一直也希望有一场比赛 来检验他们到底过去这半年 练得怎么样 因为的确世界的比赛都取消的差不多了 那么通过今天的比赛 就感觉运动员状态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都是有不错 很大幅度的提升某种程度上 那么我们也是很希望 这个疫情过后 明年回到世界赛场 他们能够更加地去增加自己的 一个大赛的经验 现代五项项目比较复杂 受到器材和场地的限制 推广工作一直很难开展 这次全国现代五项锦标赛 首次尝试了网络直播 这一举措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次是第一次做网络直播 也尝试了一下 昨天已经是第一天完了 已经突破一百万了 今天到这个时候 已经一百八十多万的 这个直播的观看率了 我们就觉得实际上 大家只是不知道现代五项 如果一旦知道的话 大家会喜欢 也值得喜欢 其实接下来我们也在想 我们会下更多的功夫 就从推广上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项目 实际上提供更好的平台以后 我们的参与率也会提高 就是说白了 就想把金字塔的这个底盘 做得更高一点 更大一点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